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簡要新聞 我是白帆 北京市第二稅務局就艾薇薇擔任設計師的 發客公司涉嫌逃稅案舉行閉門聽證會 現場有保安設卡 嚴格盤查記者 艾薇薇的妻子陸青批評這場閉門聽證會不公平 律師夏琳則表示 由於官方未在法律規定期限退還被扣賬目 違反有關法規 要求官方撤銷處罰 湖北前江民捐選舉活動人士姚立法被失蹤20多天後 遭到第5次抄家 姚立法的妻子馮玲表示 姚立法的選舉資料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被搬走 來抄家的人員也沒有列明被抄項目清單 北京危險人士王立宏今年3月被公安刑事拘留 劫時寶寶之家發起人趙蓮海日前發布聲明表示 呼籲釋放王立宏聲言團正式成立 聲明指出 王立宏沒有觸犯任何法律 期望有關部門讓他儘快回家 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永平就近日京戶高鐵接連發生故障道歉 他表示 故障與設備處於磨合期有關 鐵道部已於近日展開京戶高鐵安全大檢查 國務院是一個部門最近聯合組成兩個督導組 對各地的高爾夫球場進行清理和整治 國土資源部官員承認 中國政府自2004年起禁止建造新的高爾夫球場 但各地屢近不止 有400多個球場違規落城 違法佔地情況嚴重 有學者指出 問題的關鍵在於 地方政府和發展商利益交叉 相關執法部門對農田及林地的侵占熟視無睹 中越南海衝突持續 越南一名官員表示 一艘中國海軍軍艦在追逐越南漁船後 派出軍人登上漁船 毆打船長並威脅船員 據悉 事件發生在南海有爭議的西沙群島附近 以上就是今天的簡要新聞 我是白帆 謝謝收看 再見